来三岁的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三我们要来学华文 小朋友已经开始准备了这本书吗 我会写华文 好这本很可爱的书 然后之前我们已经学了号码一刀十 我们已经学了一刀十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四个字 四个字 第一个字是小 小狗 小猫 小孩的小 来这个小呢怎么写呢 好这边我们来读小 跟着老师读 小狗 小 小狗 好来我们来学习这个小呢 怎么写 来这边有三话 第一话是树 树 树 树构 第二是撇 第三是点 这字读小 好来我们再来 这边有点 这边有点点点点哦 等一下小朋友就拿笔跟着写 树沟 一树沟 二撇 三点 再多写一个 一树沟 二撇 三点 然后小朋友跟着点点点点写哦 写了过后这边 自己写树沟 二撇 三点 这个字读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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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第二个字我们要学的是 大 大 小的反义词 大 好 大大样的东西 好 大象 大 大 大象 好 来 现在我们来看 大怎么写呢 这边有三话 第一话是 树 第二话是 撇 第三话是 那 来我们多写一次 一树 二撇 三那 读 大 大 一树 二撇 三那 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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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同学们跟着点点写完了 这边自己写 很 撇 从中间啊 那 很 撇 那 好 好 现在我们要来学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 这次怎么读呢 三 三 你们有跟爸爸妈妈去爬山呢 会画山呢 三 好 三 三月 三月 就是三峰的意思 三的意思 好 三也是有三个笔画 怎么写 第一话 数 数 第二话 数 则 第三话 数 这个字读什么呢 三 三 好 来我们跟着点点写写 要照着笔顺哦 第一话 数 第二话 数 则 第三话 数 再多写一个 第一话 数 第二话 数 则 第三话 数 这个读三 写完点点点了 这边有四个 你们要自己写的 还记得第一话 数 第二话 数 则 和第三话 数 这个读三 三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读 今天学的最后一个字 刀 刀 刀子 刀子 我们不可以玩刀子哦 很危险哦 所以这个刀其实很简单 才两话 两话 来我们来看 第一话是 横着 勾 你们跟着点点点 横着勾 第二话 撇 刀 好 来我们跟着点点点点写 横着勾 撇 然后写完 然后写完点点点点 这里要自己写哦 小朋友 横着勾 撇 这个字怎么读呢 这个字怎么读呢 读刀 对了 来我们再重复读一次 小 小 跟着老师读 小狗 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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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象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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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 刀 刀子 好 好 小朋友 这个字怎么读 五 三 三 三 会读就大大声读出来哦 这个字呢 大 大 对了 这个字呢 小 小 所以要每天来温习哦 要从第一面读到我们今天学到的 第七面 然后要记得做完这四个字的 写字的功课哦 好 各位小朋友 大家 再见